Zither Harp 等了108年 小熊终于夺冠 也打破三阳魔咒 没有明天的歌喉战 小熊第一棒发了 集出世界大赛史上第七战 第一支首局首打席全力打 印第安人又是只休息三天的 王牌投手Kluber 在世界大賽第三度先發 这次他压制不住小熊打线 Kluber只投4局14分 牛棚大将Mila接手救援 也挡不住小熊攻势 小熊取得4分领先 5局下换上LASTER救援 但是一次爆投失掉2分 这个爆投反弹打到捕手面罩 让39岁的RAS一阵晕眩坐倒在地上 印第安人二三壘上跑者都回来 追到只剩2分差距 但是6局上半捕手RAS开轰 把失去的讨回来 Mila后援2.1局吃2分 是他季后赛最差表现 小熊以为胜券在握 8局下半推出终结者Trumman 没想到他也出包 救援失败 2.2局下半推出终结者Trumman 包括这支追平2分炮在内 印第安人八局下连得3分追成6比6 两队打完9局还是平手进入延长加赛 10局上半小熊取得第三度领先 35岁老将Zobris关键时刻建功 小熊不但得到超前分还继续追加保险 小熊时局上2分进账成了比赛胜负关键 印第安人失去下虽然追回1分 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中场小熊8比7险胜 以4胜3败击败印第安人 拿下2016年世界大赛冠军 小熊从一胜3败退无可退的逆境中 年营三场演出大逆转 终于打破山羊魔咒 拿下队史第三座 也是108年来第一座世界大赛冠军 明时期闻陈建均 黄俊玉 最后报道